一臨凶狠破口標罵 這是國民黨昭華立委候選人 阮後爵擔任河美鎮長期間 疑似因土地糾紛到民眾家中 叫囂的過往 隨著選戰倒數被挖出來 製作影片的人還可以點出 站在阮後爵後方 兩名幫忙暫瞎的男子 一人設計毒品跟詐欺案件 另一人疑似涉及刑事案件 影片曝光在網上瘋傳 阮後爵自拍影片先道歉再喊告 阮後爵直指就是對手陳秀寶陣營 丟出影片意圖使他不當選 如果報導的內容是屬實的話 本人也嚴厲譴責這樣子的行為 本人相信舉頭三尺有聲明 那在鄉親的心目中也自有攻斷 阮後爵特地秀出跑去申請良民證的過程 選前嗆聲影片曝光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3D新聞許淑偉 張華報道